买 rider 大家好,我是國志瑞 最近很多很多方式說 因為餐廳不開門, 外賣不多 去外面買菜不方便 自己又不會走菜 應該怎麼辦? 歡迎大家來看世界上的美國 欸我忘了就是第幾期 那今天我要介紹你們美國人的生活方式 很多美國人一個星期買一支菜 或者是一个月买一次菜 你只需要牛奶 鸡蛋 土豆 面粉 这些东西很容易买 还可以放很久 然后需要一个杯子和盘子和微博鲁 就可以做菜 所以现在我们要煮鸡蛋 我现在把鸡蛋放在杯子里面 所以需要在微博鲁10分钟 在家里不要做这样 微博鲁让那个鸡蛋里面爆炸 这个真的是在网站找到的recipe 所以这个方法不行 那我现在教你们用微博鲁做煎鸡蛋 放油 我们现在把蛋黄煎一个洞 因为如果没有煎一个洞它会饱 四十五秒 可以 再 你就把它放进去微博鲁差不多四十五秒 已经变成这样了 所以里面差不多刚刚好 酱油 嗯 actually really good 我觉得好吃 它的口感很像树鲁 但是好吃的树鲁 用果 有一些地方糊了 有一些地方生的 但是用微博鲁全都是那个树鲁的口感 我现在做美国韩有名的杯子蛋糕 这是面粉 然后我们现在加汤 面粉和汤要一样多 这是牛奶 一口几蛋 然后一点水 放巧克力 放巧克力 所以你可以用水边的巧克力 你家里有可能有其他的糖都可以用 它放在微博鲁差不多两分钟 然后我们把它放在微博鲁差不多七分钟 嘿那看起来真的不错 嘿嘿 那你记得那个看起来真的可以啊 那我们现在做美国网红最喜欢吃的东西 就是叫X-Benedict 因为他们吃很喜欢拍 用微博鲁做鲁都很容易 我们需要煎几个洞 可是我们不要它饱 然后我们把它放在微博鲁差不多七分钟 那我现在用微博鲁做一个薯条 所以我们先放油 还有有一些面粉 所以我们用辣椒粉 OK 差不多六分钟 你们觉得好看吗 那现在我们做水煮蛋 然后我们把它放在微博鲁 然后我们把它放在微博鲁 一分钟 我先放一些酱油 在薯条下面我放一些盐 OK 有一定猜脆 味道和薯片一样的 大家可以用这个方法做薯片 那么现在吃我的X-Benedict 我觉得这个鲁蛋很滑很嫩 我觉得它的口感非常好 用微博鲁做鲁蛋 是不错的方法 最好的地方就是你不需要洗锅 所以很方便 这个土豆和你烤的土豆是差不多一样的 我跟你说 其实在美国我们用微博鲁 烤土豆 这个是正常的 那我最好奇是我的蛋糕 我觉得可以 我觉得它的口感不错 可以多一点糖 然后多一点巧克力 让味道更好 但是这个口感不错 所以这个很容易做的蛋糕 我就把它在微博鲁里面 两分钟 不需要靠上 微博鲁已经OK了 蛋糕 薯条 土豆 特别是鸡蛋 放在微博鲁真的不错 那总的来说 这些菜 适合一直在家不出门的人 可能一个月 买一只菜 适合不做菜的人 可能太忙 适合睡省 可能他们的事实没有活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方法很好用 你可以自己做 给我剪片 好 那我现在走吧 拜拜 我是郭杰瑞 我是郭杰瑞